在美国我们看到了就是现在呢 富卫穿勉凝聚善念的运动还在持续进行 在纽约方面不管是桥舍 还有各项的组织持续的响应 而至于在美国的加州 这么一个地方叫做McFarland 迈克法轮 长期以来呢 美国总会长期投入心力 因为这个地方是加州的生产葡萄的重镇 90%的居民从事农业生产都是农工 而领取都是最微薄的薪资 那么很多人都找不起医疗保险 长期以来 此次职工人议会定期在这边进行医疗关怀 成了当地居民的重要依靠 而竹筒岁月的精神 在这边也获得了普遍的响应和善意的循环 每三个月 此季美国总会议诊中心的医疗团队 就会循着这一条山路 通往到迈克法轮居民的心中 排队的居民挂号 超过一百人 其中有将近一半都是已经来过医疹的病患 这回已经是今年第三次医疹 那可以看到很多熟面 他们真的很信任我们 每三个月就会回来 然后照顾的大部分都是 附近在田地里头 农地里头工作的一些工人 还有一些我想他们大概都没有保险 一位克鲁兹太太迫不及待的 把一个塑胶袋交给志工 因为他的竹筒已装不下 称一称十磅重 数一数十四美元 算不出来的是满满的爱心 志工们利用一诊继续推动竹筒岁月 希望能引起小镇居民更多的爱心效应 其实这位阿嬷还在接受中医推拿 针灸治疗痛得不得了 这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长期劳动身体疼痛 此经一诊提供了各科服务 以成为当地居民一个重要的依靠 一诊结束 医护志工特别到了葡萄园 体会大太阳下 每天采收七八小时的滋味 也更能了解求疹的农工 为何都是全身酸痛来挂中医 甜美的葡萄果实 背后是农工的辛酸史 这也更坚定了志工服务的信念 白新闻王惠平 陈青旺 美国加州报导 帮助